泡泡上来 泡泡 上来快点 焰焰焰 哈喽大家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些 就是泡泡平时特别喜欢玩的一些玩具 然后也给一些养兔的朋友一些参考 最后我还会给大家分享一个 我自己DIY的兔子玩具 因为我们有时候去给兔子买一些玩具 可能会想一些我们自己的喜好 或者是猫猫狗狗喜欢一些东西 但是兔子它跟猫猫狗狗 它是区别还是蛮大的 就是像一些什么毛绒玩具 就那种stuffed animal 其实兔子它并不是很喜欢 而且有时候它爱咬东西 它咬啊咬啊就把里面的那些棉花咬出来 其实对兔子来说是还蛮危险的 所以我今天推荐的这些东西都是 对兔兔true friendly那种 就是对它非常友好的 首先第一个我推荐的就是一些啃咬玩具 比如说像苹果汁 苹果汁是泡泡的醉 像这种苹果汁 如果你们家后院有那个苹果树的话 就完全不用再买了 这个还是我从Amazon上买的 这个苹果汁的话就给它一根 它就啃个十分钟感觉就啃的大概差不多了 就还蛮喜欢啃的 或者是像这种柳汁做的这种 一排这种啃咬的 就是像这种泡泡都特别喜欢 它每次就是 即使是给它一根的话 它都能玩好半天 因为它会啃上面的皮啊 还有苹果汁啊什么的 它也会啃上面的皮 其实对于兔子来说 就是玩啊啃啊的过程中 对它也是一个能量的补充 因为它树皮上有一些维生素啊 还有像这种 这个就是柳汁做这种啃咬的这种东西 你看泡泡现在已经在上面啃的就是 这个都已经没法看了 就是它真的喜欢玩 我有时候也会在里面放上一些兔粮啊什么的 所以它就一直啃一直啃 对于它来说也是一个蛮有趣的玩具吧 还有特别推荐的玩具呢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这个草边的这个地垫 泡泡特别的喜欢 这个买的时候还蛮整的 现在已经被它拆了七零八螺 它就特别喜欢拆这个 而且这个也是纯天然的 是这种提摩西草做的 所以它即使拆了 吃了也没有关系 而且这个地垫还蛮便宜的 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这个草窝 泡泡小时候很喜欢 现在已经不怎么来啃了 但是因为兔子很喜欢咬东西啃东西嘛 所以给它这个的话 上面也是草 它啃起来也是比较安全的 就底下有个大洞 给它看一下 大只墙啃的 所以像这些 尤其是草制的一些东西 我都非常推荐大家给兔子买 像一些什么软软的那些东西啊 真的没有必要 因为兔子它本身它也不喜欢 这个从淘宝买的 可以挂在笼子上的这个边的 肯咬玩具也特别推荐给大家 还有一个玩具呢 之前我也发过一些YouTube Shots 就是短视频 就是Living World它家那个藏食玩具 这个在兔子里面蛮有名的 就是它其实跟狗狗啊 猫猫那种玩具差不多 它还分好几个等级的 就是大家可以在里面放上一些兔粮啊 或者一些花草啊 然后它第一集是这样的 把这个盖上 然后兔子会这样推啊推啊什么 但是这也分兔子吧 就是我家泡泡一玩 这个基本上就是使劲地咬这个皮尔 想把它给咬碎 然后找里面吃的感觉它还蛮愤的 它第二关呢就是它有很多的这种盖子 你把兔粮啊那种花草啊放在里面 然后把它们都盖起来 然后兔子就会就是咬着 然后把它弄开 然后吃里面的东西 这一关对于泡泡来说还是蛮简单的 不知道为什么 第三关就是它上面好像还有一个方的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它可以就是这样推这个东西 那个我家那个找不到了 大家可以去网上去看一下 这个玩具的话我觉得对于兔子来说 它还蛮喜欢玩的 就是保证你买了之后它不会闲置 你如果就是觉得单纯为它兔粮很无聊的话 就把兔粮放在里面 然后盖上这些盖 它对兔子来说我觉得有一种抑制玩具的感觉 还能闯关这种 我觉得这个买的话还蛮值的 就不会闲置 下一个呢其实我看很多博主家里也都有了 就是藏石地毯 就是大概是这样的 这个的话真的设计的蛮好的 就是它里面有各种的小洞洞 像这个小洞就平时可以把兔粮什么的撒在里面 然后像这种大的这个绿色的 可以平时把兔粮这样撒在里面 然后泡泡就可以一直在上面闻啊闻啊找啊 一边找一边吃 也属于那种藏石玩具 那种藏石地毯的感觉 大概这么大还蛮大的 我有看过有一个博主 他自己就买了一些布 做了一个这种藏石的地毯 我觉得如果我们小伙伴 你们动手能力比较强的话 你们也可以去自己动手 去做一个这样的东西 其实它真的不复杂 就是可以用一些破铺头啊 就是那种没用的布片 给它缝起来什么的 如果你们嫌麻烦的话 其实网上也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藏石的地毯 非常推荐你们去给兔子买 因为他们自己就是一边找食一边吃 就是玩的也蛮开心 还有给大家一个小tips 就是小建议 就是你们每次喂兔子的时候 把这个地毯拿出来 然后他玩完了之后 一定要把这个地毯收起来 这样的话他下次就是再看下这个地毯 他就会很兴奋 他就知道啊我要开饭了 上面的那个兔粮 我要找兔粮了 如果你长期的把它放在外面的话 他可能就会对这个有点无动于衷的那种感觉 所以建议大家不用的时候把它收起来 这样的话还能刺激一下小兔子的那个兴奋点 但我家现在就是 只要我把这个毯子一拿出来 就泡泡就很激动 就跟看见兔粮了一样 还有一个呢 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 我在淘宝买的真的是非常便宜 但是非常实用的一个 这个藏石球 叫漏石球吧 我看我们群里有很多兔麻去买了 真的非常好用 就有的兔子他能玩半天那种 像泡泡也是 他能玩很久 他就非常简单 把那个兔粮什么的放在里面 然后他这个口你可以设置 就是漏这么大口可以漏 还是可以设置就是更小一点的 或者是再大一点的什么的都可以 然后放完之后 因为他的嗅觉很灵敏 他就会纹着这个球 然后一直推一直推这个球 然后直到这个兔粮漏出来 有一次我给了泡泡这个 他好像玩了大半天那种 还蛮搞笑的 下面一个呢 也是一个网红的这个兔兔玩具的 就是这个叠叠杯 这个泡泡真的超级喜欢这个 就是在每一层里面都给他放上兔粮 感觉他很聪明 就是他第一次看见这个叠叠杯 他就知道怎么玩 就先把这弄开 然后把这个再弄开 一层一层的找那个兔粮 这个非常非常推荐给大家 我觉得养兔的朋友 应该都有一个 真的很好玩 然后这个玩具它很massy 就是对主人不太友好 但是对于兔子来说 简直是太友好了 就是这个黑Cube 这个以前都是满的 它其实是一个纸壳做的 它里面你可以给它装上草 它外面是粘了一些那种草啊什么的 它每次看见之后 就一直在啃上面的这些 大家可以放上一些零食草给它 然后兔子就会一边啃这个黑Cube 一边吃这个草 会特别的开心 泡泡每次看见这个都不行 泡泡回来呢 现在就看见这个 所以这个真的很推荐给大家 下面一个呢就是我比较推荐 但是我不推荐大家经常给兔子的 这样一个玩具 就是也是一个相当于食物的 一个啃咬的玩具 就是像这种上面撒上了一些 比较香的那个零食啊什么 而且它后面 这胡萝卜里面还有一些 应该是胡萝卜泥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那种水果泥 就填在里面 就是你每次给兔子的时候 它不会一根吃掉 因为它这个只是在上面 涂了一层这种胡萝卜的那种甜味 然后主播中间有一些泥啊什么 它不会吃 但是它会一直啃 一直啃 建议大家就是在主人在的时候 观察它的时候再给 不建议大家给它太长时间 我每次都是给它啃个大概五分钟 然后就收走这样 给大家看看泡泡已经啃过了 好多次的这个胡萝卜 大家看见没 就是后边这个泥它已经都啃没了 然后前面这些还没有啃过 就是给了它很多次 它才啃到这样的 所以这个的话 大家给的时候建议要谨慎 不要让它吃太多这种零食啊 还有一个我给大家推荐的 是我没有买过 但是我有看其他博主买过 我有打算给泡泡买的 就是刨沙盆 现在我们养的宠物兔 他们的祖先都是学兔 他们的本能就是每天 就是去刨 刨地刨各种洞穴啊什么的 所以那个沙盆 我觉得特别的友好 你给它买了之后 它就每天这样抓抓抓抓 然后刨洞啊 那应该是还蛮爽的 所以我打算夏天的时候 给它整一个沙盆 其实北美这边的宠物商店 也有很多美其名略是兔子玩具 但是其实这些玩具呢 大部分兔子都不会玩 大家感兴趣可以看 之前我那期Vlog 跟我一起逛兔子用品那期 我分享了一个我亲身的经历 就是大家一定要理性的真 别不要乱花钱 网上也有很多很可爱的玩具 比如说像这种啊 兔子玩的这种Playstation 上面给你挂了很多 好看的木头 可爱的这种木头 我之前也买过 我家的兔子根本就不玩 最后再给大家分享一个 我们在家也可以轻松DIY的兔子玩具 也非常的环保 其实就是用我们平时厨房纸 剩下的这个纸筒 里面塞上小兔子最喜欢吃的青菜 这样的话小兔子可以玩很久 像泡泡的话 我今天给他放了 他最爱吃的罗马生菜 看泡泡的样子也知道 他非常的喜欢 这个自制的藏食玩具 在那里玩了好久 而且这个纸筒的话 它也是天然的材料 然后兔子啃咬啊什么 也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非常建议大家 平时旧物利用一下 可以给兔子DIY这样一个玩具 哦 终于出来回来了 amigos兔子DIYiå 我们吃饱了 我们要喝水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了 拜拜